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歡迎大家來到來省聖經宣導會 我們一起有敬拜神的時間 如意用這首的詩歌 一起安靜我們的心 來到神的寶座面前 這首歌的歌名叫做 《高舉你,古老十架》 詞曲 李宗盛 同今約你 崇拜真神 於天上地下沒有別美 能讓我一生不知缺乏 令最終可得到拯救 主的命 愿是最寶貴 《高舉你,古老十架》 愿是人嘲笑 人捨棄 奉負幾乎如今可高舉 永遠保佳 何無理 仰望你 敬奉你 同感恩一靈 崇拜真神 同感恩一靈 崇拜真神 於天上地下沒有別美 能讓我一生不知缺乏 能讓我一生不知缺乏 令最終可得到拯救 主的命 主的命 愿是最寶貴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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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古老十架 名字 各位參謂的朋友 主來的弟兄姊妹 大家好 好,歡迎你來到我們網上的崇拜 今天我們要看的題目是 警醒等候主在來第二講 唯有一點點時候 請聽我讀一段經文 以賽亞書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以色列亞你的百姓雖多如海沙 唯有盛夏的歸回 原來滅絕的事已定 必有公義私行 如水漲役 因為主萬軍之耶和華在全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歸的結局 第二段經文 希伯來書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九節 你們必須忍來 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 哪要來的 就來 並不遲言 只是二人必恩信得生 他若退後 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哪等人 哪是有信心 以至靈魂得救的人 請你和我一起 做一個簡短的討告 師父上帝求你 帶領我們這個時間 無論我們每一位 在哪個地方 都能夠專心的 聆聽你的話語 和你的話語裡 得到激勵 更加愛主 等候主的再來 這就是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聖明 阿門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哪一種信徒 是更加警醒等候主再來的呢 第一類 就是我不知道 又不明白 聖經裡關於主再來的預言 什麼是主再來 我沒有聽說過 第二種 是雖然知道主會再來 但是不相信聖經當中 關於主再來的預言 他們會說 主再來和活世的預言 都是像徵式的警告 不會是真實發生的 第三種信徒就是 雖然相信聖經當中 主再來的預言 但是 就誤解 預言的意思 譬如他們會說 我相信主會再來的 但是可能 是會在下一代 或者是很遙遠的未來 我可能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有些人會說 我相信主會再來 但是聖經末世的預言的解釋 各家各派 眾說紛紜 我又不知道主再來的日子 會是什麼時候 所以最好不要去研究這個主題 免得變成熱端 第四種信徒就是 相信聖經當中主再來的預言 並且以智慧 數算自己的日子 並且熱心研究 抹世的預消 他們會說 我相信主再來 這個時候 好像賊一樣出現 但是如果 如果我能夠 認真地 專心地 去準備 這樣就可以預防 拆的來到 並且盡量掌握 所有可以預測的數據 那現在又有個問題了 關於主再來的預言 為什麼會有可以預測到的數據呢 第一 耶穌在世為人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自己再來的時間 耶穌說 但那日子 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獨父知道 但是 我們要注意 耶穌在復活升天之後 就已經全都知道了 就好像保羅所說的 我們如今彷彿 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或者是叫做差迷 到那時候 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候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所以去到靈界的時候 去到主的面前的時候 什麼都知道了 第二 耶穌在復活之後 所知道所有的事情 有很多 是不能夠 告訴當時的門徒聽的 《師徒行傳》第一章 第六節、第七節 他們最大的時候 問耶穌說主啊 你復興以色列國 就在這時候 耶穌對他們說 扶貧著自己的權兵 所定的時候 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這裡耶穌不要說 事也不知道了 因為耶穌已經復活了 所以我們相信 耶穌是知道很多事情的 只不過呢 門徒所問的問題 耶穌說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即是說 當時的門徒 以他們的時代 耶穌說 這件事情 你是不能夠知道的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耶穌不單單知道 以色列必將會復活 而且 早已經在他生前的時候 就把很多末世的語言 在甲蘭山上的時候 就說給末世的信徒聽了 所以第三呢 就是耶穌對 對末世信徒所說的語言 是他們必須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分辨 耶穌所說的語言 哪些是對當時的門徒說的 哪些呢 又是對當時的門徒說 又是對末世的信徒說 哪些呢 只是對末世的信徒說 所以第一 末世的信徒 必將會看見以色列 會在哪一年復活 更加應該知道 夏天近了 會在什麼時候來到 耶穌說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的比方 當樹枝發亂 掌葉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這樣 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 也該知道 人子近了 正在門口了 第二 末世的信徒必須知道 主再來的時候 才可以更加警醒守候 耶穌說 家主若知道 幾更天有策來 就必警醒 不容人 或套房屋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所以 你們也要預備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 第三 末世的信徒 應當熱心查考 神國的奧秘 掌握 解讀末世語言的智慧 耶穌對他們說 神國的奧秘 只叫他們知道 若是對外人 凡事就用比喻 第四 末世的信徒 應當仔細研究仕徒 在聖靈感動之下 對末世信徒所講的語言 第一 我們看 仕徒彼得 向末世信徒語言主在來的日子 是如何的情景 所以 仕徒是知道一些東西的 彼得說 西外的弟兄呀 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 尚未成就 有人以為他是單然 其實不是單然 哪是歡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哪願 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度 一樣哪日 天兵帶有響聲廢墟 有形則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 都要消盡了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們為人該 當怎樣聖結 怎樣敬虔 遍遍仰望神的日子來度 在哪日 天被火燒就消化了 有形則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 盼望新天新地有意 居在其中 第二 試圖保留 向末世信徒預言 主在來的日子 是在 末遲 吹耗的時間 火洛華 大家希望我告訴你們 血肉之體 不能承受神的國 必扭壞的 不能承受不扭壞的 我如今把一件 傲備的事 告訴你們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乃是都要改變 就在一殺是 斬眼之間 浩統末次催後的時候 因浩統要想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扭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這必扭壞的總要變成不扭壞的 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這必扭壞的既變成不扭壞的 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 死未得勝 吞滅的話就應應了 第三 司徒欲看下末世信徒預言 主在來的日子 將會有末日之前七年的大災難 啟示錄一章七節說 看下他家雲降臨 眾目要看見他 連其他的人也要看見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 者說是真實的阿門 怎樣 末世的信徒應當特別注意 新約作者 記載有關於主在來的語言 譬如 路家的書述 特別是記載了 三件事 第一 路家記在西面 在聖靈啟示下 知道死前會見到基督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 這人又公義又虔誠 素上 帕茂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他得了聖靈啟示 知道自己未死以辭 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第二段經文是 因為路家記載阿娜 見到基督時的年歲 和分嫁的時間 又有女先知名叫阿娜 是阿慈支派發內力的兒女 年紀已經老慢 從作同女出嫁的時候 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37節住37節 現在已經84歲 並不離開聖殿 金色祈求 昼夜侍奉神 正當那時 他盡前來稱謝神 將孩子的事 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 講說 注意 84歲等於七成十二 選去他和丈夫居住的七年 他獨身的日子就是77年 十二 請大家注意 雅勒 是整本聖經裏 唯一記載 見到基督的時候 再生的年歲的婦女 在聖經裏另外有兩次 是記載這個婦女生前的日子 就是 新約 就是十二歲的女孩 以及被鬼附的十八年的婦人 這個十二和八十四年 七年 七十七年 與末世主在有何相關呢 如果從猶太歷法來計算 又隱藏什麼 有關於末世的玄機呢 這個是聖經獨有記載的一件事 所以特別要留意 不過我們很多時候 在聖誕節講這段經文 我們不會特別去計算 關於他八十四歲的年歲的問題 第三 路加記載耶穌的家譜 是由阿當開始計算的 和馬太夫有不同的 但是你有沒有去數過 由阿當去到耶穌多少代呢 是七十七代 為什麼是七十七代呢 這個七十七與末世的預言 又有什麼相關呢 所以在阿那的壽數 壽稅裏面 我們看到有七十七 在耶穌的家譜裏面 又有七十七 第四 路加記載耶穌再來 和升天的時候 是相似的 加利利人 你們為什麼望著天 望著 望天呢 請離開你們被食心天的耶穌 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 他說要怎樣再來 所以有廣道主再來的情況 會是怎麼樣 和他在升天的時候一樣 所以說到地點了 他說在哪個地方降臨的 是嘉蘭沙 第二 哈布萊書 又有獨特的記載的 第一 關於基督降生和降臨的分別 這樣 像這樣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 擔當了許多人的罪 將來要向哪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 所以第一次是贖罪的 但是第二次是拯救的 所以這個是有講到耶穌的降山和降臨的分別 第二 基督降臨的時間 不會磁然的 因為還有一點點的 因為還有一點點的時候 哪要來的就來 並不磁然 喜悟萊書十章幾多節 三十七節 尤大書都有獨特的記載 阿多的七世孫已落 曾預言 這四人說 看阿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 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 證實哪一切不敬虔的人 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 頂撞他的江碧話 這四人是私下議論 常發怨然的 隨從自己的情慾而行 口中說 誇大的話 為得便宜 陷害人 好了 嘗試要推算出一個 可以預測到的數據 是很矛盾的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歷世歷代 學務主再來的信徒 都希望在聖經裡面 在文字當中 找到一些可以預測到的數據 但是歷代以來 教會著名的領袖 都犯了很多錯誤的推算 譬如是天主教的教宗 在一千年 一月一號就說 那天是世界末日 這個是救中西爾維達二世 馬丁路德 他預言一千六百年 之前就會世界末日 哥倫波發現新大陸 他說五六年就是世界末日 在他預言之書裡面 是有記載的 若是為斯里 巡渡衛理會的創始人 他預言一百三六年 基督降臨 會來到 然後千禧年就會開始 William Miller 就是基督福臨 安息日會的創辦人 他預言 耶穌基督會一百四四年回來 而且說了三月二十一號 結果當然錯誤了 然後鬼奇 最後說遲到 然後 這個 Chuck Smith Chuck Smith 是美國很出名的 因為他創立 Calvary Chapel 他認為一九四八年 耶穌復國之後 就開始要繼一個世代 所以他推算 一九八一年 就是世界末日 當然 就是世界末日 然後 然後 很出名的 基督教的 媒體大亨 前美蘭浸信會的牧師 叫Pat Robinson 他就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 預言世界末日會 在一九八二年 當然 牛敦 都在一個首告裡面 寫到 他推算 他有講很多不同的日期 當然新聞發佈出來 在二零零七年 六月十八號 在耶路撒冷博物館裡面 公佈 牛敦的首稿 就說 牛敦說世界末日會 在二零六零年 當然我們希望 就是世界末日 越遲越好 所以 預測 世界末日 主耶穌回來 這個數字 是非常矛盾的 非常困難的 太多人犯了些錯誤 最好不要理 每一屆 是最安全的 所以下面 我要分享 公佈以下的訊息之前 我是有一段說話要聲明的 哥林多前書八章二字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 按他 按他 所當知道的 他刑事不知道 自從耶穌門徒 到今天為止 兩千多年以來 每一個時代 都有一些信徒 是迫切的 要感到 是 末期已經近了 但是當時間過了之後 就證明了 他們只為知道 哪些日期都是錯誤的 但是為什麼還有很多信徒 繼續追尋 主在來的時間呢 因為當時間 越走到 走向末期的時候 聖經語言當中 所隱藏的數據 就越來越被人發現 發言和知曉 正如戴以你的語言所說的 戴以你啊 你要隱藏者話 封閉者書 直到末時 必有多人來往奔跑 或作切心研究 知識就必增長 他說 戴以你啊 你只管去 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 直到末時 即是說 到了末時的時候呢 就會被解開了 所以這場末時 不是真正來到之前呢 所有人的推算 包括戴以你都不知道的 所以耶穌都說 只要不知道的 直到末時的時候 快到末時的時候 因為呢 很多人切心研究 多人來往奔跑 好 牛敦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就預測 未來的人 是當時牛敦的時代 牛敦已經說 人可以每一小時 超過四五十英里 當時是騎馬 騎馬 連單車都未發明 但是 牛敦已經預言 將來的人 速度會非常快 現在我們何止 一小時 是四十英里 五十英里 是不是 飛機的超音速 速度 真是快 比不得了 耶穌又對眾人說 你們看見西邊 起了雲彩 就說 要下一陣雨 果然就有 起了難風 就說 將要燥熱 也就有了 假暮為是的人 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息 怎麼不知道分辨者的時候呢 因此我們必須 謙卑地承認自己的渺小無知 只能夠盡我們這時代 所能夠知道最好的工具 就是電腦 以及 性靈的感動 來分辨今天 是否已經來到了 先知所語言的末世 請各位 自己詳細解讀 有關於末世的語言 的經文 也許 會有更多的發現 但是請不要 為一些不肯定的數字 和志意而起爭辯 因為到了主在來的時候 或者提早被主接去的時候 一切真相 立即顯明 個人所堅持的觀點 都會失去了意義 所以今天 我講的這篇信息 只是希望大家能夠 熱心的警醒 等候主在來 一切的數據 謹為參考 和信心的分考 為什麼我要講這篇信息呢 因為守望的人 在末世吹角的責任 要吹號 第一 守望的人 因為漢劍將要來的危險 而吹出警告的呼聲 聖經說 倘若守望的人 見刀劍臨道不吹角 以至民不受警戒 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 他雖然死在罪意之中 我卻要向守望的人 討他喪命的罪 所以如果我看到 發現 我不發表出來 不吹號的話 免得將來 我是會受這個審判的 第二 守望的人 因為漢劍臨 即將審判世界的每日能隔 而吹出警告的呼聲 若以書 二長一節說 你不是要在石安吹角 在我聖三 吹出大聲 國中的居民 都要發贈 因為耶穌說的日子將度 已經臨近 大約有多久 就快要接近主再來的時候 我們用大家很熟悉的一段 耶穌在橄欖山上的語言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 門徒暗暗的來說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 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麼預兆呢 耶穌就說 繼續說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 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亂 掌葉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這若你們看見者一切的事 也歸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門口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 會不會有過去 這死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廢墟 我們說卻不能廢墟 無花果樹 就是指耶穌曾經就作 枯死的一棵樹 因為耶穌肚餓 在樹上找果子 結果發現 無花果樹 是沒有果子 只有樹葉 所以耶穌就說 從今之後 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 於是這個樹 就枯死了 這就是耶穌 在橄欖山上 就用這個無花果樹 枯死了 比如 將來 他會再復活 再會有 這個掌葉 就是掌能亂業的時候 發亂掌葉的時候 所以這個 果花果樹 代表不結果子的以色列民 但是 他們會在末世主在來之前復活 我們今天已經知道 以色列 是有三種樹的 有橄欖樹 有提子樹 有無花果樹 不同的樹 是代表以色列的不同的東西 而無花果樹 特別是代表這個國家的 代表這個國家的復興 所以是以色列的國花來的 是無花 是一個果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以色列 是1948年5月14號 復國了 就是非常清楚地告訴他 這個指標 就是這個無花果樹 已經是 發亂掌葉了 但是耶穌在這裡說 這世代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這世事都要成就歸末世 哇!很可怕末日的 那些現象 那些預兆 那些事情都要發生 那麼很多人都是 被這個世代困惑了 插來插去都插不到那個日子的 那麼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這個世代有多長呢? 原來世代有長有短的 第一 長的世代是指什麼呢? 指羅雅的日子和羅德的日子 耶穌說羅雅的日子如何 人子來的日子也如何 羅德的日子如何 人子來的日子也如何 人子來的日子又如何 羅雅的世代有1000年 羅德的日 時代、世代 從阿伯拉罕到初一級 都是有400年 有這麼久的 那麼我們看到 從回歸 回歸重建 聖殿 到受高軍出現 抵理書裡面有七十個七 就是說有多少呢? 有四百九十年的寓言 為你本國之文 和你聖誠已經定了七十個七 要指著罪過隨盡罪惡 屬盡罪業 忍盡永逸 封住異仗和語言 並高自聖者 或者自聖所 第三 如果耶穌所預言的末世的世代 是指一個長世代的話 那就是說 從主後計算 直到一九四八年 以色列復國 之後 將近二千年 很長的世代 耶穌還沒回來 就是這個一個世代 很長 超過二千年 第二 是指一個短的世代 是指七十年 我們看聖經裡面有很多的根據 證明一個短的世代是指七十年 當阿伯拉罕出生的時候 他爸爸他拉多少歲啊?七十歲 所以七十歲生阿伯拉罕 阿伯拉下一代 就是七十年一代 他拉活到七十歲生了阿伯蘭 拿學 哈蘭 第二 摩西在討告詩裡面 在詩篇裡面提到 人的一生年歲是 七十歲 我們一生一年日是七十歲 第三 大衛王的一生是七十歲 大衛登基的時候三十歲 再為四十年 第四 以色列民被老到巴比倫七十年後回歸 而且都是到了 巴比倫罪惡的數目滿了的期限 七十年滿了以後 我必刑罰巴比倫王和哪國民 因為他們犯罪啊 並加了底人之地 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 永遠荒涼 是因為他們的罪令到這個地 荒涼 這次阿伯說的 為甚麼七十年啊 因為這就應而阿伯說 借尼尼馬在考所說的話 地享受安息 因為七是安息年 第七 安息日 所以七十年 是一個安息的年 一代 要安息一代 因為 地土荒涼變守安息 土地都要安息又安息 休息多久呢 直回了七十年 七十年 是一個小的 短的世代 好了 耶穌在賈蘭山上 語言的對象是指哪些人啊 第一 是指門徒 門徒是當時的一個世代 首先我們看耶穌語言聖殿 將要在門徒的世代被毀 因為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不是漢見者 見語嗎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將來 再者裏 沒有一塊石頭 留在一塊石頭 留在石頭上 不被拆毀了 石頭非常巨大的 是不可能去拆毀的 猶太人說 這個墊是四十六年起的 哇 這麽多年的時間 起了一個大的巨石 怎可能呢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呢 但是這個語言 是耶穌對當時的門徒說的 第二 耶穌語言聖誠 將要在門徒的世代被公 你們興建打仗和 擾亂的事 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 就算耶路撒冷被毀 末期都未來到的 因為是門徒的時代距離 最後的末日呢 還有一段時間嘛 耶穌講明了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成 就為他哀哭說巴不得 理在這日子 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 無奈者是現在是隱藏的 耶穌看到的事情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隱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 你見不到啊 因為日子將到 你的仇敵必促起土裏 周圍環繞你 四面困住你 並要掃滅你 和你裏頭的義裏 連一塊石頭也 不留在石頭上 因為你不知道 眷顧你的時候 而所謂講的語言 講的這個聖誠會被毀的 你一目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 就可知道他城方牆的日子近了 哪時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再城裡的 應當出來 再鄉下的 不要進城 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 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見 當哪些日子 壞人的和乃孩子的有禍鳥 因為將有大災難 降在這地方 也有震怒臨渡這百姓 他們要倒在刀下 又被老到葛葛去 這個是對當時的猶太人講的 這個聖誠 在門討的時代 將會被毀 結果根據歷史記載 聖誠和聖所被毀 就發生在公元後七十年 百月四後 由提多將軍率領了一批 來自各地的羅馬兵團 圍攻這個聖地 這些記載 是歷史學家約瑟夫 約瑟夫注意一下 他是公元三十七年出生的 三十七年 在他的記載裏面 他說 提多些軍隊在聖地 殺了一百一十萬人 九萬七千猶太人 被俘虜為奴隸 奴隸 耶穌的預言 指短的一個世代 就在七十年 準確的應驗了 好了 第二個對象 就是指末世最後一個世代 耶穌預言 耶穌預言 日期滿了 被剪撻 被剪毀 但是呢 到了我幫人的日期滿了的時候 會重建 第三 耶穌預言幕後的世代 將會有 末日的大戰爭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 民主要攻打民國 要攻打國 我們看到 我們已經經歷了兩次的世界大戰 我們又見證了以色列的復國 和耶路撒冷聖城 被奪回 所以我們看第三 耶穌預言幕後的世代 將會有末日的大災難 接下來就會有天地海的大災難 耶穌說 地要大大震動 當處必有饑荒瘟疫 現在我們有這個冠狀病毒又來了 又有可怕的異象 和大神即從天上顯現 日月星神 要顯出異笑 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響聲 連海都出問題 就方方不定天氣都要震動 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 就都下得魂不負體 所以天、地、海都會有大災難 第五 耶穌預言幕後的世代 將會看見基督家雲降臨 那時他們又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要家雲降臨 一有這些事 你們就當挺身握手 因為你們得熟的日子 近了 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看 問一個問題 末世最後一個世代 是何時開始呢 第一 從耶穌降臨至 以色列復國是一個長的世代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一個世代有長有短 我們先說一個長世代 以色列復國 就是這個枯死的無花果樹 花牙的歷史記號 以色列復國是1948年5月14號 大家看看這個圖 我們看 從亞當到阿伯拉罕有1948年 你自己去創世紀可以去計 就是那些祖先 每個人 活到多少歲生多少 身邊一個又活了多少歲就死了 那你去計 做一下功課 可以計到1948年 出生 那到耶穌出生 去到1948年 所以就經過了3個1948 那耶穌的生平呢 就33年半 那我們呢 就是從耶穌死後開始計算 由耶穌的33年半 加上呢 1914年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呢 就是來到1948年了 如果我們從以色列復國來計算 將1948年 揀去耶穌的33年半呢 又回到1914年半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看到呢 耶穌所講的預言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又講到呢 無法果樹做個比方 你看到這些事情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又見到耶穌的復國 夏天近了 那麼耶穌的復國 就是初夏快要來的一個御兆了 那麼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夏天是指什麼呢 什麼意思呢 是否指1948年的夏天呢 聖經說阿摩斯亞 他說阿摩斯亞 是個先知 你看見什麼 我說 看見一框夏天的果子 夏天的果子什麼意思呢 耶穌說 我們以色列的結局到了 原來夏天到了就是結局的 就要到了 我必不再寬恕他們 所以夏天就是指 末世最後一個短的世代近了 就要開始了 是有關於末日大收國的結局 快要到了 而這個短的世代 只剩下人類歷史最後的七十年了 即是說呢 一九四八年之後的夏天就要來 那這個夏天應該怎麼算呢 末日前的七十年是從哪裡開始呢 難道是一九四八年加七十年 那就是二零一八年 什麼二零一八年 我都帶了一個旅行團去到以色列 現在都二零二零年了 未有世界末日 那如果這個夏天 所開啟的末世 末後的世代 既然不是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又不是二零一八年 那應該是哪一年開始呢 那麼我們呢 就要從耶穌在 預議節受內開始 計算到五順節 剛剛好就是春天收國 無花果的季節 都是以色列復國的時間 再過一百天 就會到夏天了 就是以六月 以色列人他們的節期 是第六個月 到那個時間 第六個月 就是再一次收國無花果樹的時候了 所以這個圖 就是很清楚地說了 以色列一年裏面 有十二個不同的月 在尼善月 對以色列來說 是第一個月 就是我們今天 如月節的時間 大概是四月五月 清明的時候 然後呢 再下一個節 重要的節 其實就是五順節了 五順節了 就是在 母親節的時間 但是五月 第二個禮拜 然後呢 我們呢 再計一百天的時間 就是夏天度了 所以我們看到呢 在我們五月的時間 就是五順節的時候 就是呢 春天的無花果樹 剛剛開始呢 就是發芽 論業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 禮節之後 五順節 就是禮節之後 計七七四十九 然後呢 耶穌復活之後 和門徒一齊四十一 然後呢 再過十日之後 五順節就來了 所以呢 由這個 無花果 就是 發亂、掌孽的時候 一路計 經過一個很貴 就是呢 去到呢 有葡萄的修成 有這個耶祖的修成 但是呢 去到呢 初夏的時候了 無花果樹 開始要修過了 就是 第六個月 就大概呢 我們的 楊曆的八月 尾 啊 所以呢 我們呢 由五順節 計到呢 去到 修過無花果 夏天的無花果的時候 一百日 那麼我們將一百日 除三十日 就是三點三個月 那麼我們將這段的時間 用七十年為單位 以月代年的方法來計算 就可以計到 以色列復活的 之後的夏天修過期的年數 因為我們將一百日 除了三十 以這個的月代年 我們呢 先計出有幾多個月先 三點三個月 然後呢 我們呢 成七十 這個七十代代表一個短的世代的單位 以月代年 出了一個 二百三十三點三三月 然後呢 我們將它呢 除十二個月為一年 二月代年 我們將那個年 計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十九點四四年 所以呢 如果一九四八年 以色列復活 是這個無花果樹 發亂掌孽的時候 加十九點四四年 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是以色列公打耶路撒冷的時候 派兵圍困耶路撒冷 但是呢 我們看到六月的時候呢 六月初的時候呢 以色列就奪回耶路撒冷啦 所以以色列奪回耶路撒冷之後 開啟了一個短的世代 第一 耶穌語言聖誠 將要在末後的世代重建 已經營業了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展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所以呢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 以色列奪回了耶路撒冷六日戰爭 第二 聖誠 重建之後 就剩下了外邦人日期滿了的時候了 這個語言就快要應驗了 而這個日期我們用七十年 一個短的世代來計的話 一九六七七十年呢 就是來到了二零三七年了 各位頂姐妹各位朋友 我們現今已經進入了 最後的世代之中了 請大家警醒啊 我希望我計算的是錯的 我希望呢 這些只是一個數據 給大家參考 不過呢 很多科學家都知道呢 這個地球全球溫沙後翼 北極南極的兵 加極的熔斷 以後我們看到 世界的氣候 環境 再加上人口不斷增多 哇 問題不斷的複雜 然後呢 軍事武器 不斷的先進 大家各國之間非常之緊張 那 芝加哥的末日時鐘呢 都已經算到我們今年二零二零年了 距離世界末日 剩下一百秒了 所以頂姐妹啊 各位朋友啊 請你警醒啦 我們這一堂呢 暫時講到這裏 以後 我會再進一步 是提出 聖經裏面 有很多的數據 給大家參考 目的就是 希望我們呢 警醒等候主再來 做五個聰明的同侶 預備好人 點好你的燈 等候主他再來 願上帝賜福給你 演唱歌ục貢 candiedamuff 祝福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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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宿主